也不说对 说就是 感动是吧 对对对 就想到这孩子小 就说出的话 就是挺让我感动的 但是我为他付出辛苦 我不乱了 我都是笑的 我是笑对人生的 我待他 我也是笑对人生 我就想到 这孩子这么懂事 我做母亲的我也应该 我也应该这么做 我就是打两份工 我也高兴 值得 值得 也好都过去了 一晚一小的 都过去了 这些都不说事 这些 非常好 就是现在这个 结局是很不错 现在他幸福 他幸福 我跟你说就OK 平凡的母亲 伟大的母爱 努力工作 为了给女儿 撑起一片天 如今女儿 已经有了 幸福美满的婚姻 赵大姐也安心考虑 自己的感情问题了 大姐先找啥样人啊 先找就是工资稳定的 就是年龄不能超过十岁 你今年是五十 五十三 五十三岁 工资不是需要的太高 起码供我们俩生活的 这个住房啊 最好是本事最好 因为孩子的本事 如果外地有合适的人选 就是他家 当地他有房子 他来我这也行 假如他就实在也没有房子 他外地的 这个人我也比较相多 有演员 是不是 我俩相处人都住得来 那他就是没房子 我也可以考虑 赵福勤大姐 是个善良实在的人 只想找个踏踏实实的人 过日子 聊了半天 想起来给红娘一心人 还特意准备了水果 这个水果 我可是特意给你们预备的 那我自己 我买这个 拿这个买吃 买这么多啊 你看看都没那啥呢 我都特意买 这个是进口香蕉 今天 今天你们要不吃 我跟你说 我都给你们帮我给你们拿走 我都给你带走 我今天早上 我看见喜鹊了 哇 我告诉你 佩佩啊 你啊 你就是我的贵人 不管我在你电视台 就是找到合适的好 找不到合适的好 我非常高兴 特别高兴 特别欢迎你们的到来 就是所有的痛苦磨难的 全都翻篇了 孩子好了 孩子的任务完成 是最大的任务 苦尽甘来 往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红娘和赵福勤大姐 说了蔡建群大哥的情况后 她决定见一面 那个行 我跟人俩介绍一下 这个是蔡大哥 然后这个是赵大姐 你好 你好 那家是二楼 楼草 金三银四 二楼更不错 稍微踢一下 还行 二楼还行 咱这也行 咱这我这咱这也不行 一百分能拿几分 就是 人长的地方也 因为这个人是幸福民 好的 这是大哥的卧室 坐坐坐坐 挺好的 我家就去两室一厅 两室 有小厅小房间 你原来有什么单位 我就是很有正式工作 我也是 大工 我有社区医保 我还有重大病的医疗保险 就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我几乎没啥负担 现在就算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我当时自己不说明 人家那个能挣钱 不就也行吗 我觉得 就是这些能挣钱就行了 你这是什么婚姻状况 我一直未婚 一直未婚 我不行 选择这么一结婚 他没结婚 他婚后会是特性的 他婚后会 因为他没有就是这个 婚姻 你得不是那个杂说阅历吗 赵大姐的担心 被蔡大哥一下子就觉察了出来 赶紧说明这么多年未婚的原因 有的人这是 女的不是物质利益挺要求挺 我俩就出了半年 他就提出了我的产权问题 我的工资问题 然后到结婚的时候 你得给我多钱 他要了20万 一开家庭会议 所以这人不能同意 你还没啥地呢 你首先就要钱 要房子要什么的 钱人所难 钱人所难 也没结婚 那管你要这些个 钱的物件 这些东西要到手了 完了他把你碾回 不要你在那住 那你 那你也没有啥 依据 俩手做空间 对 没有平等 对 都给你家里人 帮你拿个住 那要你资格 别多拿了 都给人家 都给人家 往我这钱大人家 他对 其实他商量是对的 那要是真实那个因素的话 那么我对他拿的 评价就够 那他就喝了 我有两顿离婚 然后这不是我女儿五岁 我和他爸爸 我们俩离婚了吗 2013年的时候 完了经人介绍 完了就是这个 第二段这个 婚姻 完了爱婚姻 完了介绍之后 我们俩就登记了嘛 结婚了 然后13年结婚 13年离婚 也是因为我姑娘 才22没结婚的 她也是对我 看女儿亲上的 也是有点不太高兴 她说的 如果我和你女儿 你选择谁 那你们听得听这话 那你肯定选择姑娘的 不能选择她 那如果要是大哥 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像当时 他第二任丈夫那样 说你在我俩中间 你选择一个吧 我不会 我不会 既然看这种地方了 我就不能有那种想法 人家亲生孩子 你咋能本意隔离 隔开呢 这是不对的 大哥是这么想的 嗯 大姐觉得 谢谢 理解 理解万岁 没 这个孩子很大 她的丈夫 我就说她找这个 第二任 是不是 她选择 说这话也太自私了 那你必须得选择姑娘 年纪四 自己跳起就会 还能选择你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这个时候比较高 嗯 因为她就是 假如她就是 光是说 没做到那里 但是她能说出来 她一个未婚的人 嗯 能说出来 就是我就给她加分了 那就给她加分 嗯 在赵大姐心里 第二段婚姻 给她不小的打击 蔡建群大哥的这份理解 在她心里是一种温暖的慰藉 就在此时 蔡建群大哥决定向赵父亲大姐 说一下家里的情况 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 我和我妈在一起住 啊 行啊 那老人嘛 那正常 嗯 你母亲今天多大年纪 86了 86身体挺好的 还行 嗯 没说 你这 嗯 母亲啊 你这八多岁 说心里话 这是你的福 嗯 是 那可不 家有一老一单 有一保 那可不 你这个年龄 呃 还有妈 那多幸福 嗯 嗯 我们哈 你看你多年轻 你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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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赵大姐知道蔡大哥的老妈 就在隔壁房间时 赶紧张罗着 要去看看老人家 大娘 嗯 你好 哪个是 哪位是 嗯 妈 你有了 妈 嗯 大娘 你好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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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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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大年龄了 哎呀 那还挺好的 身体也挺好的 嗯 那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老人上那儿无敌了 别遮着老人 哎呦 不方便 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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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没事 没事 我坐这 我坐这 来来来来 我坐这 我坐这 来来来 来来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我坐这就行 我坐这 我坐这 家里有老人多好啊 真的呗 好啥 不闹的 不闹的 有老人好 有老人好 那都做子女的都巴不得 就是这个老母亲多活几年 就是明活五年都希望她活十年 好好的伺候她照顾她 她省心 她越省心越开心 她活的又长远 你男人说你班的女的哎呀妈呀我老太子我特别就是累赘吧我一看她特别笑着你一听有妈哎高兴反而分享高兴对不是自己人好 这怎么没结果婚能分开 这都很正常 赵父亲大姐对蔡大哥母亲的态度让蔡大哥觉得非常感动也很难得 实际上到现在两个人对彼此印象都很好 不过有一件事啊让大姐有些纠结了 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那你是想单独就是跟老人搁一起住还是来看望老人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怎么打算 我就想跟我妈在一起行不行行不行 你要离开她 那还得我俩姐再来回跑奔摩 我姐在有一个姐在车站那边呢 我要是如果是跟这个老妹要结合了的话就不用她们了 那反正大哥不好意思那就是果断你说 那个不行不行了 我又别看我是半路的媳妇我指定没问题 她咋照顾我也不能比她差了 我们就都好好照顾就得了 但是跟一起天天生活 这个我不同意 老人我一点我都不反对 坦诚的说就是毕竟是半路夫妻了 对 是不是 咱们人家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人家儿媳妇毕竟是原配的 对不对 原配的儿媳妇跟婆婆她都会有毛都没产生 那我说这都是实话 天长日久天长日 家不如天天在一起 何况这半路的夫妻 赵大姐对于蔡大哥的回答有些许的想法 蔡大哥赶紧提出解决办法 这就是我家南江路有套房子 你说上大七楼您方便吗 方便 我家六楼 可以上外地可以 上外地哪里 丹东 那儿还有房子呢 它这个小区就是每家都是温泉 这样不错 就比如说你俩偶尔去丹东 然后回来或者住姐家 冬天回那儿夏天回这儿 对 大哥那你说或者你去那儿回生活 或者去我家生活 经常来看望老人 三几个人来照顾老人 轮流照顾 行 我肯定在这方面 我肯定不太懒惰一点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有点记忆 就是天天在一起 因为这个 我还是说实话 毕竟帮助夫妻 他是帮助夫妻 嗯 他在认识你之前 他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说跟你 而认识之后 就只有在这儿的生活 嗯 是的 是的 想你们俩多一点这个相复的时间 不在我家 上别厂 上别厂住去也都行 就七楼啥的 都行 住房这件事的解决办法 让两个人都比较满意 可是 平时一向都是家里做主 这样的大事儿 红娘和赵大姐都担心 赵大哥一个人 说的不算 正好当天 蔡大哥的哥哥也在家 问问他是否同意呢 就是 其实他们俩就是 俩人其实老的都挺好的 啊 然后你 你对这个 我今天介绍这大姐 你感觉咋样吧 初次见面看 我觉得挺好 俩人其实刚才老的吧 也不错 不过呢 有一个地方就卡着了 大姐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就甚至会比咱们想象的 这种半路夫妻的儿媳妇做得更好 和老妈住在一起生活的话 会有些不方便 这个 你去丹东住也行 去西楼住都行 没问题 哪怕就是说我们在 不和老人天天在的一个屋 就是说老人有事情 别看我就是说 你和你兄弟 假如真有这个缘分 就是生活到一起了 就是老人有事 就半夜大车都过来 你们愿意在个儿就在这儿 愿意上旗路 愿意上旗路 愿意上旦路 愿意上旦路 只要你们两个好就行 有了家人的支持 俩人这心里呀 就越来越有底了 对于蔡建群母亲的这个做法 赵父琴大姐特别能理解 而且觉得大娘这么做是对的 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 这工资怎么安排 工资我 我不管 都有你负责 就是我要是再去干活 那我的钱 一千都归你 我不管 我不管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都说逢喜鹊有喜事 从俩人一见面 蔡大哥满心都是赵父亲大姐 赵大姐心中的种种顾虑啊 蔡大哥都一一为她解开了 现在的话 大姐觉得呢 是不是心里舒服点了 这是我可以考虑的 大哥表个胎吧 我没啥说的 没啥我啥说的没有 我这是怎么都行 就是老妹说的 我都按她的意思办 她对我要是如果满意的 我对她啥说没有 我想找一个能管事 能管理自己家那个 家事的人 嗯 那好像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太好了 我处置不过了 咱俩间的那个喜鹊 嗯 我还跟你说喜鹊的事 是不是 那是上我家 这飞飞姑娘跟我说 我俩还握手 我俩俩 我直接她说你间的喜鹊啊 这好 好事 这样圆满的结局 正是在场所有人都期待的 那如果老妹要同意的话 我就可以留个人心房事 这怎么都行 嗯可以 嗯 那行 叔叔看看 行 那就叔叔拔呀 那你俩就要好好处 可以好好好 希望她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太谢谢 谢谢 要是有什么结果 可得告诉我 好好好 她必须一点 对对对 就是这个哥 她不招了我都得招了我 我俩这个缘分可是通过电视台 就是啊 电视台是我们这介绍人的 那可谁都没有你们重要 蔡大哥说呀 她最相忠赵大姐的地方就是 赵大姐见到她老母亲之后 跟老人说话唠嗑的那股热乎劲儿 一看就是个孝顺的人 那一瞬间 确实把蔡大哥给感动了 所以啊 她觉得今天自己做主这事儿 算是做对了